那我這邊PowerPoint卡住 我等一下要跟各位講怎麼會進去 那我們先看 剛剛我們不是有先當學生嗎 對不對 對的 這裡 我們剛剛是有錄影 錄影完之後 他給你看一下 按儲存 有沒有就可以存起來 他預設就是我們的MP4 你可以直接存在雲端 或者存在電腦裡面都可以 那比如說我存在這邊桌面上 有沒有就是副檔名字MP4 打個勾這樣就出去了 好這裡我先關起來 那麼剛剛我們不是有當學生嗎 那麼你當學生的時候 老師 為什麼你點了我簡報裡面的連結 就會進到我的教室 不是跑到別的教室 是有我裡面有我的教室的號碼 那怎麼知道你教室的號碼 在左上角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 點下去 有沒有發現這圓網址跟QR Code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給同學就好了 那當您先把這個軟體打開 上課的時候 把這個軟體打開 然後呢告訴同學 你的教室在哪裡 前面就是這家公司的 有沒有 myrobo.com 後面就是你的 你的王那個教室的ID 那預設的話 應該都是老師的註冊的信箱 那麼如果您覺得 喔那個信箱 我上次註冊的時候 太長 請問這裡可不可以改 可以 去哪裡改 去雲端那邊 來我們看一下 剛剛您在這裡 我們是不是有進到這裡啊 有印象喔 登錄過 好我現在 因為已經一段時間沒有它登出了 來我先重新登錄 好您看到 上面這裡 可以 這個地方 點下去 follow me 這裡 或者您點這裡也可以 這裡也是follow me 按下去 它有一個 那個 叫做教室的 號碼 欸 不見了 我看一下 應該是 好 抱歉更正一下 在帳戶這裡 有沒有看到有教室白板的名稱 所以如果您覺得說 我要用一個比較容易記得 只要跟別人重複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您下次給同學的這個號碼 就沒有問題了 好就從上面這裡點一下 這樣OK嗎 就是您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 把它設定一下 就比較不會說 欸我的號碼太長 當然他們掃QRcode也可以 在這裡 就算不方法 就算不方便 igne